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是整个艺术活动使用的一个器具 我们所说的建筑就是艺术活动所进行的场所 敦煌就是一个场所 但是由于这个行为大家都不知道 它们已经过去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的真理 都是那些活动的器具和场所 本来就是本末倒置了 古代的艺术有一些不是艺术品 有一些甚至是武器 今天好多人说长城是伟大的艺术品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长城是当年保命的碉堡 今天因为它的原始功能被废弃了 或者是超越了 人们就会注重它的形式 把它当作艺术品 早期的艺术品几乎都是如此 只不过早期也有一种艺术 这种艺术有实用功能的叫科技 科学技术 没有实用功能的就古代就叫艺术 所以艺术原来是人类的一种活动 这种活动的目的和结果 人不能控制 但是人却要在里面做这个行为 就叫艺术 这种艺术留下的器具和场所 就被后人当成了艺术品 这个是早期 中国是如此 外国也是如此 中国艺术后来是从汉末到东京 完成了一种自觉 就是有一样东西 它是完全是为了欣赏而做 这个行为叫做为艺术而艺术 就是说为艺术而做 为欣赏而做 为审美而做的就是艺术 大家听起来觉得很荒诞 是个很无聊的事情 里面包含了一个东西 当人们的精神 需要一种形式来衬托的时候 我换一个方法 大家就会觉得很有道理 它既不是为了实用 也不是为了交易 它做出来的东西 才是真正的艺术之所在 中国早期的时候 艺术出现第一次自觉 在汉末和惊动之间 出现了王羲之 前面的视频提到过 中国书法的巅峰 然后在宋元之间出现了赵蒙府 再往后出现了董奇唱 那个时候 画就会觉得它像一个中国画 中国人的心中有一个风景 它就会把自然景色 营造成自己对对象的心象 就是说 Landscape The Image of Heart 这个风景是内心的一幅图 所以大家会觉得 艺术并不是几张画 而是深入在人内心的一套 完整的审美意识 和审美的观念 这就是董奇唱 后来他就把这个画 变成了一套理论 画画的关键是 有没有文气 里面有没有气息 不是要画的像 他当时最贬低的 就是折派的画 这些画家 比如说 可以画出树的光滑的感觉 树干可以画成圆的 但董奇唱认为 这都是穿着 太像不行 画画关键是 人的心思 能不能在里面 得到流畅的表达 这就是类似于 我们说的 在歌剧中间 钢琴和人声之间的配合 中间的停顿 整体的微妙的结构的变化 他认为 这个是最重要的 董奇唱其实自己 并没有在艺术上 有很多的成就 他就把这个成就 就给了后人 比如说八大山人 再往后就是四王 王源祺 他画里面 都是拐弯的 这些画 后来就到了晚期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套路 变成了一个绘画的 固定的方法 最后 在西方引进了希腊 达芬奇 现实主义的画法 把中国全部遮蔽了 所以我们今天 就处在一个 被西方绘画 遮蔽了的中国 那么中国的绘画 有没有呢 还有 就是在地下 藏在地下 关注江考课的公众号 艺术史视频 未来我们从底下一层一层的 揭示出来